我公主的一些好了 哈喽大家好 我是大时候亮哥 表演时间6月15日2024年 世界女排联赛香港弹正在火轮机当中 今天给大家会介绍的 是由中国女排对阵德国女排的比赛 这也是本战中国女排的第二场比赛 最终中国女排以大比分3比0很少对手 提前锁定了巴黎奥运会的投票 比赛开始后中国女排有点慢热 皇冠就已5比7处于落后 关键时刻林荫一战了出来 只见林荫一尚未打出了精彩的扣刹球 去破解门差 当中国女排以10比11战时落后的时候 只见林荫一助攻朱婷打出了疯狂的一击 直接占平了比赛 这一球也让对手只能干凳赢了 当双方战成11比12的时候 只见朱婷飞胜拦住了对手的扣球 帮助中国队继续扩展 但这个并没有结束 接下来朱婷四万位再次打出了精彩的扣球 从10比11落后到13比12 朱婷连得三分帮助中国队建立起优势 当双方战成14比18的时候 只见凋零已出现了失败 不过好在拱长羽弥补了这个短板 送出了精彩的助攻 只见林荫一打出了精彩的抛球继续扩大战过 当双方战成17比22的时候 只见朱婷两米开外打出了精彩的后三扣球 中国女排也25比19天下一层 第二局当双方战成4比3的时候 只见林荫一两米开外也打出了精彩的后三扣球 帮助中国队继续扣判 但这个并没有结束 当双方战成7比4的时候 林荫再次上演了五姐的后三扣球 让对手都有点绝望了 当双方战成21比15的时候 朱婷后三打出了一记神仙球 让对方两名球员同时倒地 中国女排也25比17再下一层 第三局虽然中国女排一直领先 但是也暴露出一个很大的问题 当双方战成12比15的时候 凋零宇给朱婷的球似乎有点低了 只见朱婷扣球后直接摔倒 险些就受伤了 这一球被判征求存打 结果接下来只见凋零宇连续出现失败 两次给李盈盈都没有点成 也没有给已经在4号位做好准备的朱婷 导致中国女排猝死一封 这也是非常三十几个 中国女排以25比18赢下了比赛 最终中国女排一大比分3比0 很少对手获胜 中国女排也正式拿到了巴黎奥运会的陆场决 全场数据画面 李盈盈13分朱婷12分 二者打对角的威胁还是非常大高 不过二船凋零宇全场出现了26次传球失败 也是不容都市的敌务 好了本期视频集了者 金山不改绿水残留 我们下一期讲会